这个原本的设计是考点二 数研是停止执行的适用范围 同学你看 这条料的下就是我写一个柱 然后翻过来就是第三象限 因为我们课本的页数 我这个拿的是原稿 你们最可的课本 我们的页数大概不太一样 所以我不能讲页数 我只能讲这个就是 我们翻到最后面的那一个考点二 这个讲完就是接第三象限 OK来 先看代表题型 试问 假不符实 是否仅以提起诉认 及撤销诉讼的方式 就可以立即阻止 该遮语盆被拆除的命运 注意看 东西我们就从指标 其实这样的指标 引起很大的一个什么解题者 他们解题内容是不同 如果站在我先看答题指标 并且依其指标来做分析 确定以及判断的话 我们终于指标 从指标就可以看出这个出题者 他真正的意图 跟他要你们答题的方向 你看看 试问假不符实 对什么不符 通常我们是讲的是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才有不符 行政契约没有那个不符的 行政计划 行政指导等等 很难有什么叫不符 所以我们就先锁定是行政处分 好 是否 同学 是 不是 是否就是是 或不是 所以他会问你是否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三个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是非题 圈就是是 差就是不是 就是佛 所以他只问你是否注意这两个字 仅以提起 宿愿其撤销诉讼 行政诉讼里面有一个是 撤销行政处分之数 OK 就这两种 既能立即 而阻止该 这一旁被拆除的命运 你看这个初题老师 你命运就出现了 同学 现在配合前面的是跟佛 你只要回答什么 顺着指标 将来我说过结论 他就是呼应指标 针对指标来做出结论 指标只问你 是不是 是提起诉论 跟行政诉讼 就可以马上把它停止 不让它拆除这一盆 还是不是 所以你的结论是是或不是就好 注意 这就是你有怎样 顺应的题目 他告诉我你 文有对题 没有文不对题 而且他命题老师呢 命题者 他也只要问你 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他没有叫你 如果他今天是这么问 自假不符的时候 除了提起诉愿 及撤销诉讼以外 是否 这个时候就要看 是否令有他法 能有效的阻止 遮与蓬被采取之命运 他还问他有其他的方法 这个时候 你就要再提供其他 能够看看有没有办法阻止 如果没有 他现在只问你 单纯锁定在 诉愿跟撤销诉讼 那你就只能回答 是或不是 你还知道吧 而这个指标词 我一直讲过 就是决定你设定指令内容的范围 你离开指标词 他给你的指示跟方向 你所下的跟这文不对题 跟这偏题 你在这个指标词以内的 我们可以跟这文对题 并且是针对考点所做的回答 美工老师为什么这一次 你的答题指标怎么会讲那么久 然后呢 会讲那么的什么仔细 这么多的强调 OK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 来看 整个题目 我说过实力第一个 是不是先找行为 行为就是行政主管机关 他对甲做出了一个行政处分 那些公文不服 难怪是行政处分 没有错 来 看行为的内容 他就是认为 甲他所自己建造的 这个遮宇棚是违建 所以呢 他就是下命期限 命期让他拆除 OK 同学 这个时候行政处分已经下 就发生法律效果 所以甲就有一个义务 他要在期间内 假设给他10天 他有拆除遮宇棚的义务 那他自行拆除 就等于行政处分已经执行 他不自行拆除 这一时 拆除大队就会出现 好啊 就帮你执行 这样的话 行政的执行就帮你拆掉 反正行政处分的执行就是拆雨棚 OK 来 配合的搭梯指标 行政处分的执行呢 现在 他讲的就是 有没有能够阻止 是不是停止行政处分的执行 OK 可不可以透过宿院跟撤销诉讼 这种行政就界途径呢 来让他停止执行呢 这就是一个考点 那我们就针对考点来做回答吧 一 整个给分执行 那这样考点 我们已经知道 当然就直接破题 建立是破题 本题 假 是否能以宿院级撤销诉讼的方式呢 既能有效的或立即的阻止该这一棚被拆除 我们不要写命运 就是被拆除呢 但是 行政救济途径 这两个是行政救济途径 有无阻止行政处分执行之效率而定 那这个考点解决的法条是哪一条 王老师 那93条 第一项第二项都有可能 OK 我本人就先写93条第一项 把93条第一项写出来 一样的 既然问到行政诉讼里面的撤销诉讼 那我们就是 后面你们会学到 现在先讲 就是把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116条的第一项 如出一辙的 都是在讲 在提起行政诉讼里面的撤销诉讼 在诉讼提起的时间呢 不停止原行政处分之执行 一样的道理 OK 写出来以后 开始做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两条 第一项跟行政诉讼法 116条第一项 来解决考点 你要说明原因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依照第一项 各自都第一项 93条第一项 116第一项 他的法理 就是救济程序不停止执行的法理 是因为一贯彻行政机关执行公权力的威信 行政主份就是他当方面对公法上的具体事件所为的措施 并且对外直接产生公法上的法律效果 那他现在是运用公权力 同学 公权力就有他的威信 执行职务 行使公权力就有他的威信 如果我们这个样子行政主份 接下来我们要执行 你就可以提起行政 救济来停止的话 我们公权力 那会无从行使 而且行使起来 那个威信度 那个power就会被减弱 所以就是为了维护行政机关执行公权力的威信 第二个就是怕你 避免借由救济程序 不管是宿院或行政诉讼这种行政救济程序 来拖延行政主份的执行 我们最怕 就是以救济 以程序或救济途径 来拖延来阻止 原处分之执行 这个也是我们要避免的 不然我只要一个什么行政主份 你就马上行政救济 我只要下一个行政主份 你就行政救济 一救济我们就要停止 我问你在国家能够干什么事情 每一个人人民最喜欢不服 最喜欢不爽 除非对他是有利益的 OK 那你们都停 那我都不要执行 那这些事情都不要做 所以根据这个法理才会有第一项 93条第一项 跟116的第一项 OK 那我们就套入案例事实 本题 先讲你必须 我套入案例事实的方式呢 是从93条的第二项 从套入案例事实里面呢 去否定他没有这一个93条第二项的什么急迫情形 显然是违法或不干 或者是呢 非维护公共利益所必要 难以恢复的损害 来 同学您跨课本 本题 假如细真的行政处分 依法随则提起宿院及撤销诉讼 为全力的保护 为在宿院或撤销诉讼程序进行中 依述违法等相关规定 并无法立即有效阻止遮雨盆期限的拆除 而且最重要的解交 假的情形也没有合于法律另有停止执行的规定 没有这样的规定 对这种遮雨盆最重要的是 这个行政处分 你踩二选一都可以啦 他从这个题目来看 有没有那个显然是违法或不当 题目来看 看不出来 没有显然 OK 如果我们踩第二个要件的话 拆下去有没有难以回忆 而且是非常急迫 你现在不停不行 你拆下去就会怎样 产生对公益有重大的影响 难以回忆又急迫情形 显然没有 这里不能拆掉 真的拆错的话 就国家赔偿 不然就盖一个新的给你好不好 就这样而已 所以说显然没有例外的状况 我说过 依照第二项的规定 要有那种例外情形 真的是维护其微 就等于没有办法 无立即可以阻止 所以结论呢 中上手术假无法提起书院级 撤销输入方式 达到避免遮宇棚被拆除之目的 或者你要什么 就是这个目的 没办法 就到这里就可以 这样子才合乎四等考试 细定的科技 一个高中职毕业 18岁的人 你要求他要学多少 你又要求他要夺学术 同学 这个我会特别强调 刚才答题指标 我会特别的去分析 并且跟你们花那么多时间说明 其实在下方 住 在解此题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 等等这里你们大家去看 因为当年度 我看坊间各大补习班 他们对这一题呢 当然原则上 他们是怎样 照这样写 可是 本来这样子大概一页多一点点就可以写完 他们感觉太久了 这种我讲的 话舍又要添足 总觉得呢 这样的题目 我只写一页 或多一点点 大概底下三十几行 好像太少 我写那么少 拿二十五分 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开始笑 又写什么 第一个要扩大的 就是一个一个来检视 有没有符合九十三条第二项 甚至把刚才那个学者的评判都给他写上去 太抽象 太怎样 这个有择一关系 或者是全部都要借满才可以 再来 再一一的检视 他有没有合乎 好 这样就已经有够偏题了 再接下来 那如果没有办法用宿院或行政诉讼 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比方说要打一个什么样的诉讼 或提一个什么样的宿院 同学他所提供的解套的方法 都到最后都讲 可是好像也不能解套 或者他认为可以解套 可是他现然用错了救济制度 比方说给一个给付之数 或什么科与异物之数 跟这个一点鸟关系都没有 不当让你偏题 更让你文不对题 卖功化舌天主 那根本是怎样 自己要跟分数作对 所以就是依词的话 我才特别举这个题目 让你们知道 不要小看答题指标 人家也就是问 有时候你考试一下 拜托的情况你科啥 你考普考 拜托就是普考 普考就是高中子毕业 年满18岁 你考四等的特考 要高中子毕业 而且年满18岁 最重要你的科目叫啥 那行政法该要 他们出题老师就知道你考的是行政法该要 我只要考你有没有93条第一项 你对他知不知道 行政就记不能停止 原则上不能停止行政主分之执行 我只要考你对他的认识 93条第一项你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就好了 那你偏偏被他动作研究所 你动作研究所可以 你也不要偏题 你也不要文不对题 这样懂了吧 OK从这个地方 更让你们知道 有时候一个题目才写30行就解决 会不会太少 不 同学永远是那句话 岳俊老师最想要看到答案内容的 这一片DVD我讲过 我们所注重的就是 你有没有科学逻辑的 论证有据的 针对考点直接回答 春的麦底压萨 蓝底压萨 OK 来我们再往下看